哈喽大家好,我是饕贴 今天给大家分享个北方人冬天最喜欢吃的家常葱花饼 做法非常简单,出锅后柔软又好吃 就算放三天也不会发硬 首先控碗里加入200克干面粉 两克食用盐 切好了小葱花,咱们也倒进碗里 用筷子搅一搅将食材混合均匀 再倒入70度的热水,搅拌成面团状 200克面粉,咱们要倒入160毫升的热水 水温越高,烙出来葱花饼越柔软好吃 水温越低,烙出来葱花饼越筋道 咱们要朝着同个方向使劲地搅拌 这样搅拌出面团才不会有太多的面疙瘩 将面团搅拌细腻后,盖上盖子松弛20分钟 面殿上撒上多多的干面粉 面团醒发好后,倒在面殿上 然后给面团表面粘上多多的干面粉 这样操作起来就不用粘手了 再用刮板分成三等份 放在手里团成光滑的面团 用家里的擀面杖擀大擀薄 将调的油酥舀在面柄上,用刮板投抹剧 不会调油酥的小伙伴可以看看之前淘汰的视频 用刮板像这样切出一个刀口来 撒上多多的干面粉能更好的起酥 再卷起来卷成圆锥状 将缩的口头封住防止油酥露出来 放在手心里压成饼状 用家里的擀面杖推着擀大擀薄 咱们的生坯就做好了 预热好的电饼超里倒点适用油 用刷的涂抹剧 将生坯缠在擀面杖上放进电饼超里烙熟 给表面喷点食用油,锁制水分 盖上盖子烙一分钟 等底面上色后,咱们要翻面烙另一面 不一会儿的功夫,葱花饼就鼓起来很大的气泡了 那说明的是非常的柔软 再次翻面后烙一分钟 时间到了,咱们的家常葱花饼也烙好了 这样烙出来葱花饼筋到耐嚼 就算放凉了也不会发硬 喜欢小伙伴,赶紧尝试吧 好天每天都会带来分享不一样的美食 我们下期再见